这个图片旋转角度 新建一个order文档 双击打开 这里有个插入 插入图片 我刚刚桌面上放了两个图片 一个是有旋转角度的 一个是没有的 把这两个图片都放进来 有角度的这个缩小 然后再插入我们要旋转的这个 这个图片 你选中这个图片以后 这里看见这里有一个旋转的标志 旋到跟它一样就可以了 差一点 这个角度和它这个角度 旋转的差不多就行了 然后再用微信截个图 这个白边就尽量留少一点 这里可以挑 然后尽量的白边越小越好 尽量的白边越小越好 尽量的白边越小越好 好这样 就可以把这个图片也放到桌面上了 看一下 这个角度和这个角度是一样的 然后右键 打开方式 画图 这里点个文件 现在不要点 鼠标指导另存为 现在选择BMP 文件名随便取一个 我们取个好记的 就随便输两个数字好记 这里有个24位位图 看见没有 24位位图 改成单色位 然后把它放到桌面上 保存 确定 确定 然后保存的22 这个图片就可以了 再放到 LG的文件夹里面就好了